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本来我还想壮大胆子 呵斥对方几句 可是一看到面前这个 缠着老太婆裹脚布一样的家伙 却又不敢说什么了 这家伙的两只眼睛 好像有一种魔力 散发出悠悠的红光 看得我毛骨悚然 就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 那个怪人已经背着沉重的匣子 步履蹒跚地朝我们走来 看他一脸音效的模样 我就觉得这事情要麻烦了 王源潮第一个反应过来 直接挡在我们面前 叫道 你想干什么 他的话音还未落 那个怪人突然爆气 整个人好像一只黑色麒麟 从五六米外的地方 瞬间就扑到王源潮的头顶 王源潮是打过仗的人 经验也是我们这些人中最强的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慢了半秒钟 被怪人一脚踹了好几个跟头 要不是他及时抓住 祭坛边的锁链 就直接掉入身后的滚滚血池中了 我不禁纳闷 王源潮怎么说也是身经百战 就算猝不及防 也不至于被打得这么狼狈 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 怪人带着沉甸甸的匣子落地 那匣子撞击在地面上 居然发出轰的一声巨强 将玉石铺成的地板 给砸出一道道 之中网般的裂纹 无数的灰尘笼罩住他整个人 他不仅发出猫头鹰一样的冷笑 可见这一击用了多大的力量 我们全部被这怪人突然亮出的手段 给吓到了 我完全没料到 对方的实力会这么强 难怪是暗组织的四大天王之一 光这一招已经稳稳超过了 老瞎子马如龙 西装男之流 奶奶的 遇到硬点子了 眼前王源潮遇险 胖子趁机抡起弓兵铲 身子像抡出去的大厨一般 结结实实撞向怪人 没想到那怪人非但不躲闪 反而抱着匣子 歪着脑袋打凉胖子 眼神中充满了挑衅 这更激起胖子的怒火 弓兵铲罩着怪人脑袋瓜子 就铲了过去 我绝不怀疑胖子的力量 这一下要铲拾了 怪人脑袋绝对变成 打爆的西瓜 与此同时 长腿欲解偷偷地藏在我身后 从大腿上抽出一把散冰刀 划出一道冷光 致向怪人 这怪人不愧为顶尖的高手 就在我们全部以为 长腿欲解这一记 悄无声息的偷袭 可以得手的时候 怪人竟一排面前匣子 然后双手一抖 从匣子里抽出一个 圆形小盾牌 还有一把月牙心的短刀 短刀轻轻松松地 勾住长腿欲解 丢过来的冷光 小盾牌则直接迎向胖子 只听空中 传出一阵沉闷的撞击声 我们脚下跟着晃了一下 等灰尘散去之后 怪人纹丝不动 胖子弓兵铲直接被削断 胖子整个人 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甩出了祭坛 长腿欲解 怕胖子掉下血池 盲伸出手拽住胖子 我怕长腿欲解拽不动 并跟着拉住 长腿欲解的手 没想到 我们三个刚成 一根绳上的蚂蚱 那怪人就阴魂不散地 再次跃起 直接朝着我们三个 猛扑过来 王元朝和胖子 先后被对方一招秒杀 我就更不是对手了 当下心乱如麻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好在长腿欲解 让我和赖汉 负责拉胖子 他如孔雀开瓶一般 展开半山扇 拦在怪人面前 那曼妙的身姿 一头海藻般的长发 在黑暗中 如同绽放的黑色玫瑰 那怪人似乎也没想到 长腿欲解会横插一杠 眼神阴寒地说道 怎么 小小的男工家 也想跟暗为敌吗 你应该知道 我兵器王的手段 哼哼 少废话 长腿欲解脸上 露出一丝恐惧 但一看 我和胖子等人 很快拧紧眉头 巨大半山扇 在手中高速旋转 抢先一步 发起了攻击 此刻的半山扇 在长腿欲解手中 宛若无动的精灵 锋利的扇源 直接搁向怪人的喉咙 长腿欲解一抖手 就是杀招 我知道 在打斗中 往往最先动手的人 会有很大的胜算 刚才王源潮 就是失去了先机 才被对方直接打残 否则单凭 王源潮的实在水平 好歹能撑一会儿啊 而看长腿欲解的样子 显然已经豁出去了 我内心一阵感动 本是萍水相逢 现在却生死相依 我只希望他能多撑一会儿 好在胖子虽然被打肥 但同样没有受重伤 我和赖寒一起 使出吃奶的劲 总算是把胖子拽了上来 等胖子脱险之后 我再转头一看战局 没想到 短短的十几秒钟 堂堂半身道人 长腿欲解 居然已经开始撑不住了 之前在同学台的 飞弩机关阵上 我们已经见识到了 半身道人的所向无敌 一个欲解 手持天下第一防御武器 当真是绝代风华 不说四姑娘 至少比老瞎子等人 要强悍 可我万万没想到 长腿欲解 无论使出什么招式 都不是那怪人的对手 那个怪人不断从匣子里 切出五花八门的武器 来克制长腿欲解 有刀 有剑 有铁叉 有三截棍 还有许许多多 我没见过的奇门兵器 他仿佛能在零点几秒分析出 长腿欲解招数的破绽 然后招出对应的武器破解 这些兵器在他手中风云变换 伴随着一阵阵叱咤之声 转眼间就将长腿欲解 逼到祭坛边缘 再往后就是血池 如果一个失误 极有可能会掉下去 活活地淹死 变成和匿女一样的怪物 来汉看得手心直冒冷汉 不住地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就说 小兄弟 这不好办哪 南宫小姐 虽然是半山道人的后人 但功夫显然比对方 差几十年的火候 唯一能够仰仗的半山帅 也被对方不断地 变换武器克制 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啊 只能一路地防御下去 难不成 我们今天都得玩玩吗 赖汉话音未落 就听长腿欲解闷哼了一声 身体摇摇欲坠 仰头喷出一口鲜血来 光鲜照在他那没有化妆 却咽到极致的脸上 显得异常苍白 不过那怪人 似乎并没有将我们赶尽杀绝的意思 他将长腿欲解打得跪地吐血之后 竟然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猛地扑向我 我完全没想到 对方会突然瞄准我 顿时被打个措手不及 差点没一个跟头栽下血吃 好在一旁的赖汉拉了我一把 可同时我也已经被怪人死死地掐住了脖子 这种情况下